新北市新庄区新义里办公处以里内经费设置了一座LED电子看板 新义里长表示 透过各项政令宣导重复的上传 随时提醒里民了解目前里内有哪些消息 对于里长的用心 里民们也说 因此令他们在第一时间都掌握到各种相关的资讯了 不论是粉诈骗还是低温特报等讯息 透过新庄新义里办公处的这座LED灯电子看板重复来上传 随时提醒里民目前里内有哪些消息要让大家知道的 里长吴秋贵表示 设置电子看板经费一定要花在刀口上 LED码码灯是由我们里办公处的经费在去安装的 然后码码灯的作用有非常好的作用 让你们知道 我们像一些新北市的专线1999 还有我们的防诈片165 还有富佑加暴之方面的就是113 所以里面只要一看到就知道说要打这些电话 有什么事情只要看我们的防码灯就很详细 有些宣导他们就会知道 行经里办公处的大小朋友看到电子看板内所上传的各项证定宣导 很感谢里长的用心 让他们第一时间掌握到相关的讯息 也了解到如何保护自我安全的重要 这样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们姓姓的里面的里面很好的 装这些工房给这些人看 担人啦 注意啦 省区有的压述的政督啦 这里面的里面给我们支持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些工房在走 就知道了 设置电子看板的功能 如同里长所要强调的内容 分明都在对里面不断的提醒各种注意事项 好让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